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无论你讲的故事是好是坏 吸引力法则一定会让你接收到 然后你所讲的就会成为你的人生故事 去想象而且感觉你想要的一切 之后你就会接收到那些画面 尽可能这样付出爱 尽可能这样感觉美好 这样爱的力量 就会让你喜爱的人事物围绕在你身边 你可以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可以拥有你想要的事 你爱的是什么 你想要的是什么 将你人生故事中 你不想要的事物扔掉 只保留你喜爱的部分 如果你死捉住过去的负面事物不放 这样每当你又想起 就是在将它们编入你的故事里面 然后那些负面的事物就会立刻回到你人生的画面当中 扔掉那些和你童年有关 你不喜欢的事物 保留你喜爱的 扔掉那些和你青少年和成年时期有关 你不喜欢的事物 保留美好的 只要留下你一生喜爱的事物就够了 过去的所有负面事件早已经落幕 早已经结束 你不再是那个时候的你 所以如果它们会让你产生不好的感觉 为什么还要放入你的故事里面 你无需将过去的负面事物挂出来 只要不要再将它们编入你的故事里面就可以了 如果你一直讲着关于自己是受害者的人生故事 那些画面就会在你的生命中不断重播 如果你一直讲自己的聪明才智 吸引力又或者是才华不如人 这样你会是对的 因为那些内容将会成为你人生的画面 当你让自己的生命充满爱的时候 就会发现罪户感 怨恨和任何负面感觉都将会离你而去 接着你会开始讲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 而爱的力量会藉由你美妙人生的真实故事画面 令到你的生命发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